定睛一看 嘿 雖然是隻楚楚可憐的小貓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 不斷為著它喵喵叫 不遠處還有另一隻小貓則是吃吃望著 猶疑這是否該上前 最後可能聽懂了兄弟說的話 快過來啊 你就那麼喜歡流浪嗎 這長期飯票抓住了以後咱們就不抽吃穿了 是什麼樣的小傢伙能如此聰明 在自己最無助的時候早上有十八般無疑的人民保姆 最後讓自己獲得心聲 這個故事我們還得從那個平凡的下午說起 如同每一位派出所遠景 巡邏是再平常不過的起勿 但您說上可就沒想到 這次出門將會開啟一段有妙性的奇遇季 所長如同每日上班日常騎上了機車 正打算好好巡視自己負責的轄區 看看能否順道抓幾個為非作膽的壞蛋 好好打擊犯罪一番 沒想到出門不久 竟被一團黑色的小毛球給攔住 定近一看 嘿 雖然是隻楚楚可憐的小貓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 不斷為著它喵喵叫 不遠處還有另一隻小貓則是吃吃望著 猶疑這是否該上前 最後可能聽懂了兄弟說的話 快過來啊 你就那麼喜歡流浪嗎 這長期飯票抓住了以後 咱們就不說吃穿了 兄弟啊 最後就這樣在所長身邊徘徊 支持不離去 然而我們林所長也是有sense的 知道不能隨意碰出這兩隻小貓 以免沾染到人類氣味而被之後 找孩子的母貓所遺棄 但等了許久 遲遲未見到外出找小貓的母貓 看來這兩個孩子 已被母親拋棄了 後來沒想到 一般再頻繁不過的巡邏輕物 竟於兩隻小生命插出我花 而回到駐地的所長 實在想不到 自己為何會成為天選之人 左思右想 最有可能的原因 難道是因為派出所內 有隻即將臨盆的母貓 導致自己身上有貓的氣味 吸引了兩隻小貓的注意嗎 原來所長到湖內派出所鎮之後 便發現到派出所周邊 有數隻野貓出沒 後方停車場所停放車輛 上頭也常可以見到 貓之玩耍的腳印 由於曾有養貓經驗 明白協助喵心人結紮的重要性 不但能有效降低罹患疾病的風險 還能減少發行時的嚎叫行為 提升人與喵心人的生活品質 就在今年三月間 所長偶然發現 時常在派出所後方出沒的貓之裡 一隻虎斑貓壯之懷有生育 考量母貓生產後續結紮等問題 多方諮詢後 決定購置幼捕龍進行幼捕 經過一番努力 總算成功抓住這隻懷孕無貓 無貓也在四月中旬平安剩下四隻小貓 整個派出所瞬間可謂喵氣爆棚 最後其中一隻年紀較長的魯牛貓 被派出所遠景收編帶回家照料 四隻幼貓則在嚴格篩選下 也找到合適的家庭收養 祝福善良的湖面派出所同仁 與可愛的喵心人們 為了永遠幸福